欢迎收听 城市玩家瑞旅游 听众好朋友 我是佩玄 我是阿中 今天我们的节目中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长城县的旅游 包括像欧美地区 或者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那阿中也跟我们来分享过了几个国家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旅游的时候的准备是很齐全的 虽然说现在我们也开放了 旅游也开放了一点时间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还没出去玩 所以阿中你是不是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像这种长城县的旅游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应该要准备的 除了你说的护照 或者是小黄卡这些之外 长城县应该这么说 在疫情这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欧美他们大家开放的比我们快 所以在县地他们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 而且更好玩的 其实在这个上个月 十月份 那个长龙又新开了到 这个欧洲的这个米兰 这个直飞 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已经发现OK了 可以出国了 他即便要买了他就到欧洲去了 而且欧洲还有个很好玩的 可能一个小小的风俗习惯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在欧洲也不能随便戴口罩 因为大部分他们都是解除了 除非是去公共场所 尤其在维也纳这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叫蒙面法的法条 他是就是说 他怕你就是恐怖分子啊什么的 当然如果你今天戴口罩 他可以警察可以盘旋你说 你是有什么状况吗 你是生病吗 你就要拿出你的生病的证明哦 对所以这个一个可能习惯 我们长期戴口罩习惯了 所以你到欧美去了 其实当然你会入境水族 你会发觉 大家都不去挂口罩 自己去挂 你可能也摆掉了 这个是一个 那至于刚刚你提到了 长城先该注意的 我觉得先讲一个很重要的 包包 包包我们不是平常出去玩 都会带包包 包包是什么特别 但是欧洲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国人包包容易被爬手 讲到这个 对我跟你讲 就在欧洲 好几个地方都有遇过小偷 还有两三个一起夹几的 然后送你纪念品的 跟你问路的 小朋友小孩子 也都会有 然后妇女看起来很漂亮的 那种好像吉普赛人 对对对对 他就请你帮他一个小忙 其实他后面旁边还有一些人 还有填问卷的 然后一堆人就挤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在长城的旅游当中 我都请客人要出去之前 先准备一个适合的包包 你是说贴身的吗 应该这么说吧 我们今天从我们最长长的 你许女孩子 包包我们有一个口头禅 背侧面就是别人的了 因为他一扒就走了 那背背包呢 你背到前面 背包后面东西你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客人讲 你真的喜欢背背包 没有关系 把它转到前面来 看得到 还有就是说 当然有人去买一些什么 很随身里面的 那个小夹层的包包 放在衣服的那一层 当然是OK 可是我最推荐的还是鞋尖的背包 鞋背的 身体套过去的 第一个它拉不走 第二个它的包包 你一定放在你前面 你还是可以放在前面 然后手压住 对 第一个买包包 第二个买一个挂在你胸前的手机的 手机掉在前面的一个掉环 就是你挂着你的手机 才不会随手放了掉在哪里了 除了掉之后还会被抢 手机被抢 你的iPhone13 14 你哪里去拍 它一个走过去跑了 你追谁 它就迈出去了 对 所以我们就到欧洲去 我就建议客人 如果你真的喜欢手机拍照 当然有几个国家是非常的安全 有几个国家是 就案例特别多的 你说的米兰 罗马 意大利这些 大概都是比较可能 但你不知道 我真的有遇过 我的团圆 我们之前出去的团圆也有遇过 对 就第一天 皮包就没了 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还遇过什么状况 搭一段的地铁 带他去 就明目瞻瞪在我面前 就是要拿客人的包包看到了 一喊 我就被打 然后就被架开 然后一个拐子 我头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然后那个人当然没有 我说 你旁边有那个人 不认识的人 我跟他讲 他发觉我这样一讲 是东方人 有人打你 对 一拐子就打了 哇 就肿起来 他真的是一个 那导游就说 他是那个 灌犯 对 他们是一个集团 他也是说 也不要出声音 就过去跟你的朋友讲 你一讲就破坏了 这样也不好 所以他们其实导游 在地一看都知道了 会跟你讲说 那一群是 对 这个还是出国 这个包包先准备 好 那像吃的东西 我知道其实在国外 尤其是欧美地区 有时候人家 对吃吃不惯喜 带什么东西 吃是这样子 我还是 第二个东西 除了包包之外 第二个东西 就是你的肠胃要带一下 因为你这次出去 去到欧洲是这样子 我们讲欧洲 其实欧洲大概几个 我会建议国人到欧洲 去先用跳板式的 因为你飞到欧洲很长远 你是不是先到所谓的 到欧洲之前中间这边 有个欧牙板块 例如说土耳其 它就不会飞那么久 土耳其在过去 你看它就到了维也纳 欧洲的中心了 所以你先可以适应一下 那这个一出去 大概就八天九天十天 对不对 对啊 现在更长 那飞机坐又是 去头回来两天不见了 对 所以在当地 你真的不在家 你的基本有一些 基本的药物 准备一下吧 常会药 因为在地的饮食习惯 我们不一定适合 尤其欧洲的饮食习惯 有时候你要吃说 我喜欢吃白饭 我喜欢配那个中华色 很少 真的 除非你挑干 偶尔还是会啦 旅游团还是会帮你找一下 对不对 大部分还是 例如说四道三道 对不对 前面一个沙拉 然后来一个这个 再一个面包 然后再吃一个主菜 后来那个咖啡甜点 没了 吃到后来客人都说 阿中啊 别再吃面包了 别再吃胖了 肉一块 这么大块 三四个人吃 再吃 你今年给我一块 排那么大的热排 所以饮食习惯是一个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调时差 时差 他这边教一个小秘诀 上飞机 赶快睡 上飞机你知道 其实飞机现在都 空姐他们都非常的贴心 你发觉奇怪 这个大白天 为什么把关卡 暗暗 灯都关掉了 他就是要你睡觉 你就睡 你只要在飞机上 照他的步调 其实到当地旅游 还挺舒服的 但不睡了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像我们 对 因为飞机上可以看很多影片 不要讲年轻人 我觉得我也会很心 鸭屏 还有谁 VIP看着 电视 电视荧幕在前面 一直猛看 对对 然后 当然 这个就是 真的要调了 有的人一上飞机 会喝一点小酒 是 让自己睡 对 是这样子 耳机戴着 然后穿着 轻松的 怎么 服装穿 拖鞋一拖 就睡了 真的就睡 没有什么好笑的 到当地 人家在玩生日 你再 打哈欠 你看花那么多钱 在那边倒的时候 你花那么多钱 这边睡觉 是 长城县 其实还蛮好玩的 那我们等一下 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们城市玩家 瑞旅游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果去 欧洲的长城县 有哪一些景点 值得大家 在这一辈子里面 一定要花时间 去走一走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听众好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 是FM92.9 城市广播 所收听的节目 是城市玩家 瑞旅游 我是沛玄 我是阿中 我们今天 再分享长城县 那既然讲到长城县 欧洲呢 就一定不能错过的啦 那像去欧洲 我们通常会停留 哪一些点 是不是也请 阿中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 你觉得哪些点 是一定这辈子 如果有要去欧洲旅游 是不要错过的 我想第一个 应该是大家 一定都会去 应该就是维也纳 维也纳这个地方 我大概也地理位置 因为是广播的状况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维也纳其实在中欧 所以她方便 她往北走 到布拉格 这个捷克 四个小时就到了 如果她到 斯洛伐克 一个小时 右下方 其实就是匈牙利 这个布达佩斯 然后她是 各位知道说 德国就旁边 慕尼黑 四个小时 所以说一般的旅游 维也纳 其实当然维也纳 住宿停留 不会太长 但是她地点 非常的方便 就在中心 对 辐射到哪里 都很方便 我们自己的 国籍的航空公司 一个是华航 一个是长龙 这两个 有重复飞的 当然就是维也纳 她从中间 你看我飞到欧洲的中间 就是我们台中 同样 我们先来台中 不管要去南部 北部都方便 其实她到那些城市 刚刚阿丁 讲那些城市 坐巴士或坐火车 就到了 都方便 国际之间 这个国到那个国之间 也不用看护照 也不用检查什么 就这样子 深根签证 因为欧洲的先进下 26个国家 对 那当然 英国要脱欧 未来这个世界都是 可能在签证上 可能稍微注意 对 那另外的城市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米兰 是 米兰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刚好是在25号 上个月 10月25号就开航 收航了 那这个国家 其实这个地 城市跟城市 长龙直飞了 意大利 意大利 那另外一个 那个华航他很好玩 他飞哪里呢 那个一旦 罗马 罗马 对 他就相对两个城市 好啦 那长龙就赢了这个华航 多了一个 一个城市 譬如说他有飞阿姆斯特丹 然后那个 那个华航也有 他飞伦敦 华航也有 所以就差别差在哪里 差的就是这个 米兰这个区块 它的点 所以他也 溢注在这地方新构 像米兰大教堂 记得到欧洲去 你倒可能 如果常常去欧洲的人 你会发觉 去到第二次 到第三次 你就觉得 好像都在看教堂 对 因为 十七 十八世纪的 那个 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他们 欧洲整个氛围 就好像在宗教的部分 还蛮统一的 尤其 到欧洲最 左边 那个葡萄亚西班牙 那个高地 还在盖 还在盖 我朋友去 拍来照 有今年快好了 甚至有一些火灾 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个建筑 其实这么说 不要有宗教的迷思 好像我不是信奉这个的 所以台湾也是 外国人来台湾 看那个庙宇 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的文化的特色 那个胶纸桃的 这个剪 剪的艺术这些 都很棒的 所以去看他们教堂 这一次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英国女王 她不是过世了吗 对 她最后 你是放在教堂的地板下面 所以你去教堂的时候 导游有头 诶 导游都会跟她说 你脚下面其实都有很多 这是正常的 大家不要去忌讳 看她的这个光 透过来光 在那个玻璃 彩色玻璃里所进来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进去 就有一种 不可名状的那种 震慑 对 那种感动还什么 就觉得 震慑 有时候会吉皮疙瘩起来 有时候会觉得 她其实好像也没有 特别的空调什么 为什么里面特别凉 对 然后 她的光射进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那种 圣洁的感觉 是 当然米兰 这个点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时尚之都 很多很多的那个 这个shopping 大家到那个 shopping 对对 折数大概就是台湾的七折 所以到那边 你知道吗 有一些女孩子 或者是说 大家就爱买的 那个很有时尚 有名的行李箱 有没有 就去本来冷咖 然后回来就 多一咖回来 这样子 对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的皮包 在那里真的超级多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超级多 还有在那个什么 广场啊 是 喂鸽子的广场 对 教堂前面 圣保罗 对 这些都是要注意 就是说 因为你是观光客 一看就清楚了 对 所以如果 当然你自由行 就可能比较有困难 但是团体旅游的话 一般导游 领队都跟你讲 节点这个地方 然后请不要分散太散 我们一群人在一起 我们就会跟他讲说 我们在交谈聊天的时候 彼此面对面 对 这样我可以看到你的后面 你看我的后面 尽量不要是我们两个 侧着这样聊天 这样聊天 我们看不到后面 所以有时候 我们带团也是一个技巧 你们聊天的时候 大家围一下 这样聊天没有关系 不要太比重 还有尽量都一群人 尽量走在一起 对 不要自己觉得 我去哪里 这样子去探险一下 其实真的不好 是 另外一个就是 要特别推荐 就是假设你是第一次 要到欧洲入门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去荷兰 阿姆斯特丹 这个地方 它跟台湾的地理 就是国土面积大小 差异性不大 那它也是海 尤其我们各位 是不是在台湾 看到很多的郁金香 对 哇 它的郁金香 真的是铃铭 金场经济就郁金香 对 你也满目 它所以 当然还有很多 它的房子的架构 台湾很多的都市的建筑 也都去做考察 希望用阿姆斯特丹 来做了一个学习 包括它的脚踏车 你到欧洲出去 很多人真的是骑脚踏车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它这么进步的一个城市 它这么进步的一个国家 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骑脚踏车 其实除了说 提倡这个运动之外 健康也是一个 健康在他們高消費高所得 不過最近我稍微當一點烏鴉 稍微講一下 歐洲最近可能要到明年一二月的時候 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二屋戰爭 這個人員的問題 人員它第一個價格 石油飆漲天然氣狀況之下 會造成很多的物價的上漲 所以這方面可能各位在前往歐洲這一塊 還是要注意一下 現在歐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其實跟美金差不多了 大概就是1比30 31 它已經跟美金差 現在不是會對的問題 是因為到當地很多 德國人的家裡的 他們天然氣燃油的費用 已經漲了兩倍三倍了 國際的趨勢 所以這點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方面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去那邊 其實溫差有時候還蠻大 我們台灣人不太適應 那衣服該怎麼樣子來準備 洋蔥式的 全世界到旅遊國家也發生一個叫靜電 有沒有 那個很可怕 對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有一些蠻不錯的 例如說靜電手環 買得到不貴 真的不貴 你就例如說到日本 或說到你到一般的出國旅遊用品店 你就說我要防靜電手環 還蠻好玩的 但手上一個像髮色亮亮的手環這樣 那它就比較去除你的靜電 再來還是你身上穿的服裝 盡量少穿毛衣啊 現在的資料已經做得非常非常的科技化 薄又薄暖 排汗啊 透氣啊 GOTAS 所以還是洋蔥式的 到歐洲去的話 有些地方還是暖氣室內 對 暖氣 那戶外就冷 所以套一下就還好 穿脫式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氣候來講 歐洲便宜的時間 當然就是過年這一段 台灣的過年 大概二月 那最好玩 但是六月到九月啊 所以你發現歐洲怎麼貴 因為它天氣舒服嘛 天氣舒服就在那旺季啊 對 不過到每個國家去 我倒覺得你只要準備好了 每個季節就有每個季節的 漂亮的美景的不同 是 那我們準備 所以如果說信用卡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幾張 是 錢的部分 我建議至少帶個兩張的信用塔 嗯 因為這信用卡兩張的部分 最主要是 錢你的現金盡量少一點 嗯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去上廁所是要錢的 對 要給 生活習慣來講要改變一下 我們去 當然 導致會講 這個地方 便宜便錢 但你真的不要憋啦 你就上 所以帶一點 去的時候就對 這樣帶一個零錢 當你買東西 十塊錢二十塊錢的歐元 換一換去他的地方 換他一般 上個廁所大概就是 零點五或一歐 對對對 那最近會不會到兩歐 有些地方有些兩歐 對 比較高級的地方 對對對 那就上吧 那有些更好玩的城市景觀 就是那個廁所 就是晚上它是降到地底下 阿姆斯特蘭是降到地下的 白天的時候它會升起來 像一個電話亭 對對 我就請客人去體驗一下 對 有時候在上廁所是 你看得到外面 外面看不到裡面 哦 對啊對啊 台灣有這樣的玻璃 對 還有就是要注意有些廁所限三分鐘 還有限時間 時間到了它就會真的會打開 真的啦 真的啦 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正在辦大事 當然它三分鐘我是舉例 它這邊一般是五分鐘啦 所以都夠都夠 只是說這個時間上次會都夠先講一下 對廁所 哦原來如此 嗯 也蠻好玩的 所以讓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加地方 歡迎回到城市玩家瑞旅遊 聽眾好朋友 我是佩玄 我是阿中 我們在聊的是美加歐洲的長城縣 那現在我們要來聊到美國 美國你最有印象的地點是什麼地點 我最有印象的地點是舊金山 舊金山 那個大橋 對 電影常常看到這個很漂亮的景 對吧 舊金山也是我們這個國人出國去 一般以前 以前最常叫美西八日友 嗯 就是洛杉磯境 LA境 SANFO就是舊金山出 對 中間卡一個叫做這個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對 我去大峽谷 那12天呢 可能就多一點 再多一個什麼國家公園 優舍美帝國家公園 黃石國家公園這樣子 那因為它在西洋 可是我印象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是中間還停了夏威夷耶 哦 對啊 所以其實夏威夷你把它歸成 它是美國國土 絕對沒有錯啦 它也可以歸為所謂的這個 海島的旅遊選擇啦 那為什麼夏威夷去 我也覺得如果是讓我挑的話 我也喜歡夏威夷啊 因為它又 又是到美國嘛 但是又不用飛那麼久 對 然後呢 這上面呢 也看到很多島不大 但是很多原始生態旅遊的 騎馬的啦 一些體驗的都有 對我們改次來講這個 我們先來講這個美國的 美國本土對不對 對 那舊金山洛杉磯這地方來講 當然因為美國是這樣子 因為它國土面積真的很大 嗯 但大的狀況之下 一般我們旅遊過去 大部分還是做 以前我們台灣看到那種 我們稱為叫 灰狗巴士的以前的國光號 有沒有 很長很長 很大台 對 那事實上坐起來其實是舒服啦 但是因為路程真的遠 所以你 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六個小時 對 四個小時 八個小時 那中間可能就是 還是會上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大家慢慢的都很技巧了 就停哪裡 停凹累 所以你去到美國 如果去參旅遊團 大部分回來 可能會至少兩個吧 兩個凹累 三個凹累這樣子 旅遊的經理大部分 還是推薦 就是說 例如說它的自然景觀 例如大峽谷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你把它排進去了 然後我去了 我坐那麼遠的車 值得啦 你覺得那個地方 那個景觀 其實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 對自己去看一張 對 那個拍照拍回來 你看那個 而且你要需要到 拍照跟在現場的感覺 真的不同 不一樣 人是渺小啊 對不對 那你就是 它每個地方的拍照景 它是設計的安全 那當然你要到 那個大峽谷中間 你可能去之前 你還會經過 可能會穿過了 拉斯維加斯嘛 傳說中什麼 賭城啦 拉斯維加斯 那個怎麼樣 那個賭城多大 那晚上還有一些 那一兔 就是說 帶你們去 夜遊 拉斯維加斯 坐了長型那種旅車啊 然後去逛啊 這樣子 真的坐那個大旅車嗎 對對對 可以 然後我們去到 有每個賭場 每個賭場 前面就有一些免費的秀啊 有那種火山龍眼的爆破秀啊 噴泉的音樂秀 這些都免費的啦 但是因為在美國很多服務都要錢 對 車子要不要錢 要錢 你導遊晚上服務還要錢 所以這是一個 比如說我們出國就是 我們常講說出國旅遊就是 對 就是出國旅遊的地方就是 我到你熟悉的地方 去我陌生的地方 去體驗你的生活 這叫旅遊嗎 對 路徑水俗 對 所以美國大概這個區塊 在西岸的部分 為什麼西岸大家喜歡去 天氣也舒服 是 它在哈哈岸線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到 這個 這個到南部 到南部一點點 然後去坐一段火車 然後所以這些體驗來講 其實在台灣的旅遊團 當中一般排的 大概就是八天九天 美西 大十二天就會到 到這個 這個 的 優勢美帝國家公園去 或者是到黃石公園 當然是這樣 那中間如果說我從西岸 我到東岸到紐約 那當然你要再轉一下 國內的班機 對 或去 或者到芝加哥去 或者曼哈頓這樣子部分 所以那又是一個不同 因為美國有五十幾週 對 每個週 每個週的風情文化都不太一樣 對 我們也知道像那個 迪士尼的發源 加州 對 加州 加州 或者是 迈阿密 那個 迪士尼 World 他們其實就很大 美國其實你不管是 什麼年齡層都可以玩 但是我們在講說 瑞旅遊 瑞旅遊 老人家過去那邊 其實會覺得說比較辛苦一點 最主要就是在大車的場地 大車這一段 那例如說他隔壁有個國家叫加拿大 我們每家每家 加拿大其實因為華人蠻多的 溫哥華這一段 那如果到加拿大去的話 一般也很喜歡喜歡去路易斯湖啊 對對對 然後去那個 路易斯湖是有那個水怪那個 路易斯湖其實他有時候各位可能不自覺會看到 有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藍色的 有一個湖 對 然後他旁邊其實到有時候這樣住那種百年的城堡飯店 哇 總是有一些會聲會影的傳說 那因為百年老店它的建築維護下來 有時候你在走那個地板會有一些聲音 對對對 那現在大致上 因為這一期幾年的關係 疫情的一些過程 我所知道的他們都曾經在去做整修整建了 所以我覺得這段旅遊當中 未來在長城縣其實都是可以去做規劃的 對對對 那如果說以後各位要去長城縣 我倒建議 像我們的瑞旅遊來講 我的天數會拉長 然後漫遊 一個地方稍微停留久一點 那一般你看會去 不要去太多點 對 我們就不用拉那麼長的時間 點到點之間可以坐飛機 是 是 Las Vegas到洛杉磯可不可以坐飛機 可以的 是有飛機的 只是因為我們就為了可能省一點團費 拉個車 但其實我覺得那個不要 能夠盡量用交通工具 是用飛機的 我們就會取代拉車 在時間有效之內 能夠在個點去多做長時間的漫遊 這樣子 像加拿大就有一個很出名很出名的 尼加拉瓜大瀑布 對 我覺得那個瀑布也真的很值得 它在美國跟加拿大的交界叫尼加拉 沒有瓜 尼加拉 為什麼我一直講尼加拉 我們說台灣有一個尼加拉 有一個我叫尼加拉瓜 尼加拉大瀑布 對 它在美國加拿大的交界處 所以這個過去就是加拿大 這邊過來是美國 對 那個就要做巴士過去對不對 對 那瀑布很壯觀 也會有彩虹拍照 什麼都會有 就是因為它氣旋的關係 太陽光一照射到水氣會呈現彩虹 所以一般如果是到美加東 美加東這樣加起來就會有15天18天不等 這一定會去的 那我們說台灣有一個叫尼加拉瀑布 就是號稱台灣的尼加拉瀑布 就是台北的那個十分瀑布 十分寮 十分 十分 平溪十分 它那個也是一個類似360度當中 一個小小的大概占了快到200度的一個感覺 那只是說它縮小玩 當然啦尼加拉瀑布 水量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尼加拉瀑布是非常壯觀的 對 所以你說要我剛剛形容個大峽谷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說那大峽谷 你可能拍照拍起來 你就覺得人 在那個地方你就覺得 哇人好渺小 因為有一年我們公司去員工旅遊 哇去的時候覺得 哦 坐到腳踏這個屁股都快 這怎麼那麼久 哦 那下車 終於到了那個地方就覺得 問大家值不值得 值得 對 其實在那邊還可以停留 因為我有記得我看過旅遊節目 嗯 它有到下面去 還可以搭直升機 對 看那個石頭的那個顏色 是是是 都不一樣 如果在黃昏的時候 是 你會看到那個顏色會非常非常絢麗 大峽谷就看你去過的南口 還是哪個地方路口 它有直升機的全程的空拍的導覽 100多塊錢美金 我是覺得各位如果到國外去 有一些領住的體力安全性可以的話多嘗試吧 對 阿丘你知道嗎 我坐那個飛機啊 我老公一直在旁邊 他就坐我旁邊 他一直說飛下去飛下去飛下去 我都嚇死了 他要走那個就是峽谷 對 這樣看下去 他覺得飛機應該要飛下去 只有沒有飛下去 就在上面 安全安全 我真的嚇死了 哈哈哈哈 所以 我有巨高症 每一個巨高症 那哇 那你要是去 就玩那個大紐西蘭去往那個 高空彈跳 我不敢 哈哈哈哈 第二朋友你敢嗎 我在台灣跳過了 哈哈哈哈 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是是是 讓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呢 我們還要請阿丁來跟我們講 我們如果說 年紀比較長輩一點的 然後我們要出國的時候 有哪一些 其實需要大家先做一下準備 要請他幫我們提醒一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聽眾朋友你好 我們現在進行的節目是 城市玩家瑞旅遊 我是沛璇 我是阿丁 我們在講的是 這個長城縣啦 然後到歐美啦 到美加 歐洲這些地方 其實搭飛機都要很久的時間 對 那如果說我們一般帶著長輩 或者是小朋友 對 家人裡面年齡層 比較需要照顧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我們需要照顧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先講一個搭飛機的時間 我們在像我自己日裡有設計當中 我去問過這些長輩朋友 如果舉個例子 要去土耳其 你要直飛還是轉機 結果你猜大部分喜歡直飛還是轉機 我是比較喜歡直飛啦 年輕人喜歡直飛就是坐上去嘛 我都不管我就是要倒露 所以就要倒露 對 長輩喜歡轉機 對 原因是什麼 後來的觀察跟瞭解 他們坐不了那麼久 你可以看電影 他沒辦法一直看電影 所以而且他坐久了 他腳不舒服 他喜歡起來走動 那我後來就在新的世界當中 他們寧願就例如我坐個 四個小時 例如到新加坡啦 轉個機 轉個機 就四五個小時 休息 對 他下來機場走一走 對 那我們再上 他OK的 他OK的 然後再大一段 再吃個東西 他就覺得很新鮮 你要是一下子給他飛個 超過八小時 大概就極限了 他受不了 他真的很受不了 他覺得他要出國 這段是他很大的門檻 所以一般長城線 我都會請客人 可能在 沒有去過長城的線的旅遊的時候 先不要講時差 不講飲食 我請警察說 可能先從中間有個進階版 例如說到澳洲去啦 這個大概飛八個小時 他如果OK的 我們再往下一個 可能到土耳其啦 OK 那轉機 從這個阿布達比 或是說 從新加坡轉 都可以 那這樣的 或是夏威夷 夏威夷從東京轉 這樣他OK 這樣子舒服 慢慢來 下一次 我們就要去歐洲了 那這樣就可以 那歐洲當然 現在我們做國際航空 是可以直飛 美國也是如此 十一到十三小時 看你是順著飛 還是逆著飛 是上心 有時差的關係啦 對 大部分都是十來個小時 對 那其實我們 講到瑞旅遊 這個算是我們 威城旅行社 劉總 我們阿丁 他的這個 創辦的一個品牌 那我要講到這個 瑞旅遊 為什麼我們會 這個節目會叫做 瑞旅遊 我想 也是希望說 能夠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的國人 年齡就是長輩 其實不要說長輩啦 就是2025年 就有四分之一 60歲以上 65歲還是60歲 60歲以上 60歲以上 最大的朋友 那你想想看 我們國人 年紀是越來越大 的人越多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說 在這個旅遊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切都很順心 因為在旅遊當中 你花了錢 你想出去 你也是希望說 能夠得到身心靈的一個 提升 放鬆 所以如果長輩 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這就是我們當初 講瑞旅遊的這個 成立的一個宗旨 就是讓希望60歲以上 長輩 我們就成立這樣一個專為他們 這一個族群去設計屬於 適合他們的旅遊的 遊程的設計 是這樣的 其實當然 如果你是陪同的人 你也會覺得 這樣子的玩法 其實是比較舒服的 對 如果當你不到60歲 你說像我們的會員 現在有些有55歲的 他說那我認同 當然你可以來參與 還可以加入 因為我們強調就是 車程短 對 然後吃得好 然後那個 住得舒適 然後看得久 對對對 大概就讓他漫遊 講到這個 我也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瑞旅遊有幾個 比較特別的服務的部分 比方說 他希望提供團費全海 對對對 因為每到一個國家去 你會發覺就是 錢到換那個貨幣 花不完怎麼辦 然後甚至要帶多少錢 那可能去一個地方要自費 自禮餐 所以我團 很煩 尤其到美國 對 你到哪裡去吃 結果中國大陸好了 中國大陸送行李給小費 對不對 床頭小費 那個媽媽很可愛的 一出來之後 哎呀 中間我摸成頭 消費沒人放 不好意思 他又擔心 他不是沒有錢 他擔心 然後又沒有錢 零抄 那我後來就想 全喊 你連導遊 領對小費 你都喊 我都不幫你再多收其他的費用 除了你自己買水果啦 買買飲料啦 所以其他的費用 我都喊了 也就是說旅遊當中 我覺得值得好看的節目 包括秀 我都幫你喊了 但唯一不能喊的就是說 可能沒辦法 大陸都喜歡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到中國大陸去 你說那個按摩 不是每個人喜歡的 這個我們就不能喊 有的人不能喊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 好看的秀就不要有自費 我把你全包含進去 我不瞞您說啦 我們在所有 自己做意見調查的時候 我們有十大特色 團費全喊是前三大 最認同 最受歡迎的 還有一個 因為既然我們有講到說 他們會收會員 那其實基點回饋的部分 也是一個我覺得 蠻有趣的地方 是會員是這樣子 我先聲明一下 我們的會員是免費的 那我們能夠加入創始會員 也只有在今年到年底 十月三十一號 有這個機會 加入我們的創始會員 當然明年我們就沒有這個創始會員 為什麼 你只要參加過我們的旅遊 就是成為我們的會員 然後還有就是保險 保險 非常重要 保險一定是都需要的 對 可是為什麼還會特別講到一個 雙重保險的部分 是剛好因為透過城市廣播這樣的一個 城市旅遊的 這個活動來跟大家分享保險 我講比較更精細一點啦 當時在設計日旅遊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旅行社大部分能夠投保 就是最高到五百萬 但是有一些 夜外就是有一些責任 例如說年紀到達幾歲的時候 他只能投保兩百萬 對他的最高 最高 是那我覺得 不對啊 當然長輩出去 我們希望讓他保障能夠多元化一點 那當然我們希望用不到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醫療的區塊 所以我的保費其實不是只保一種 我保了兩種 另外一個就是叫旅遊平安保險 所以你參加我這邊已經團費全海來對不對 你也不用再到機場再加買保險 我總共加起來機能 不管你的稅數多少 兩邊加起來總共究竟是八百萬 所以保險其實是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有一點 之前我們也有看過就是 有一些人在國外可能有緊急醫療的需求 有時候也是專機 對 要做專機回來台灣 這也是 對 這就是我們考量的部分 當然長輩的旅遊先生 我們會去事先都去廠刊 這路線都安全的 我們才會上架 我想長輩自己在旅遊他自己也小心 但是保險是這樣子 是一個分攤風險 所以我們把讓家裡的人的子女太安心 所以保費我們就多了一點點的費用而已 沒多少錢 可能就是三四杯咖啡的錢 可是你看 我就讓你有八百萬的保障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個小小的廣告了 如果說要加入我們瑞旅遊的這個會員的話 是 我們要怎麼樣子才有機會可以加入 OK 各位如果當然長臂有些數位落差 那我們那裡這部都是拜六的保 所以你可以在上班時間 今天星期到星期五 你打專線電話 0423590999 23590999 我們就有專屬的旅僕 會給您做這個會員之夜的建立 就會成為我們的這個會員 而且 在12月31號創始會員的完成手續的話 我們還會寄入會裡一個禮品給你 而且還有五百塊的旅遊的這個折扣 在你明年度參加旅遊的時候 你就可以折五百塊了 而且啊 當這個會員完全不用收費 免費免費免費 你加入會員 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加入他們的旅遊 只是你就知道很多很多相關的旅遊訊息 當長輩要出去玩的時候 你有這樣的訊息在手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你的子女看到了 你覺得可以幫爸媽報名的話 沒關係你就上網 Google一下我們這個瑞旅遊 可以查得到我們的威城國際旅行社 看我們官方的網站上面也寫得很詳細 但可能還是在接下在上班時間 是記得關鍵字瑞旅遊 瑞士的瑞旅遊 就是我們一般出去玩的那個旅遊 電話是0423590999 以上廣告 好啦 那在這個節目的最後呢 你是不是還有一些小小的叮鈴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在長城縣的旅遊當中 我到跟所有的聽眾朋友分享就是 到一個國家去就入境水俗 所以不要有自我設限的觀念 包括上廁所要給錢啊 那有時候到美國去你在付費的時候 或許團費不是包含在裡面的 你在消費的時候要給小費喔 小費這是一個他們當地的文化 這是必要給的 那還有就是說 你可能在當地的飲食的水 尤其我們的台灣喝水很正常啊 對 餐廳來一杯水很正常啊 每秒到歐洲去水 有時候都要付費的 所以這些呢 在出發之前 跟你接下當地幫你辦旅遊的旅行社 都先問清楚 讓我們的路径水俗 抱著一個快樂的心 哪裡都是好玩的 是 謝謝您的收聽 聽眾朋友 城市玩家瑞旅遊 我們就下回見囉 我是沛玄 我是阿中 掰掰